重温经典,一股见经 今天为大家来讲孙子兵法的虚识篇 虚识篇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敌人有虚有识 那我方自然也会有虚有识 不要试图去解决自己所有的虚 要学会在有虚有识当中战斗 那也不要试图解决所有的问题 而是在问题当中前景 这就掌握了虚识篇的精髓 原文是孙子曰 凡先处占地而代敌者亦 后处占地而去占者牢 他先讲了什么是虚识 我杜牧的注解叫 扶兵者必识而及虚 先虚识破 彼我之虚识也 就不管怎么防备 其实彼此都是有弱点的 你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 让敌人的弱点暴露出来 甚至呢想方设法去造成敌人的弱点 然后必识积虚 在孙子兵法当中 行篇、试篇和虚识篇 就是讲的作战的三篇 先是讲行篇 要先慎后战 然后讲识篇 要讲以正合 以积甚 排兵布阵 之后再讲虚识篇 讲必识积虚 这是逻辑顺序 是不能乱的 虚识就是什么 就是注意敌人的虚和识 那我也有虚和识 敌人有弱点 那自然我们也会有弱点 能不能把我们所有的弱点 全部做识了呢 把所有的地方都防备好 一点都不虚呢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所有的地方都防备好 就必然所有的地方都防备不好 因为资源是有限的 人的关注点 精力 金钱 都是有限的 虚识篇后面有一句话 叫被前则后挂 背后则前挂 被左则右挂 被右则左挂 无所不被则无所不挂 意思就是 不能好事都落在咱家嘛 可能 什么好的事情都落在我们这儿 都能准备得很周全 但是人们往往就愿意相信这些事儿 好事都会落在咱家 因为人们喜欢这个架设 所以我们时常啊 有一些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 比如我们小的时候就会被教育 叫人无我有 人有我有 人有我快 人快我变 就是不承认自己是人类的狂妄之言 你想 别人没有的 你有 别人有的 你比他好 别人好的 你比他快 别人坏的呢 你还能够懂变化 懂变痛 那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前提就是 别人都是人 而你 已经不是人了 你做了神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兵法就没有用了 因为不需要什么避时积虚 你只要用你的任意部位去攻打敌人的任意部位 你一定会赢 因为都是以时机轮嘛 他都不开心 所以人无我有 人有我有 什么人有我快 人快我变 是一句风话 真正的战略 真正的战略和正常的战略是什么 就是人无我有 人有我无 这才是真实的事情 所以在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时候 我们说啊 常常主要的问题啊 是我们不知道自己 而不是不知道敌人 但是我们很容易去关注别人 却不常常关注自己 以为自己当然就知道自己了 其实最不知道的就是自己 同样学习虚实也不能只关注别人的虚实 而以为自己什么都做得很实 不论怎样做都会有虚有实 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虚都补上 都补上其实都虚 所以孙子曰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 以后处战地而驱战者 劳的意思呢 就是先抵达战场 等敌人来就比较易 意思是什么 就是安逆 闲逸 士兵和战马都比较的安逆 休息的比较好 精力都比较充沛 占据了有利地形 得了敌势 你敌人来 我竟然就很好的能够打你 后来的人呢 好地方被敌人给占 你长途奔波而来 那你不可能 马上就要立刻打仗吧 那如果你立刻打的话 这样就会比较劳累了 那这句话其实比较好理解啊 就像是我们出差见客户一样 其实你开两个小时的会 如果我方去主场 别人在我们这儿 到我们的办公室来 我们只安排两个小时就行 那如果我们去见对方 我们要坐飞机 我们要住酒店 可能花两天的时间 有一个例子 就是后洲和北齐打仗的时候 后洲的军队来打 北齐来打将 段勺 守城 这个时候呢 正好是大雪之后 积雪很深很深 后洲的军队啊 步足步兵为主 为先锋 然后呢 慢慢往这边走 赤猴来报 说敌军呢 离城还有两里地 这个时候段勺 手下的大将啊 都想出击 派兵出去 段勺说步兵的气力有限 今天积雪这么深 他们走起来很费劲 我们这个时候冲出去的 其实也不方便 不如列阵等待 比劳我义 破之必 果然 等到敌人走过来的时候 然后他列阵 相待 最后 他赢了 破洲军 前锋部队全部被赶掉 后面的部队 他也就撤退 故善战者制人而不制于人 制人是让敌人来 制于人就是到敌人那儿去 善战者就是能调动几人 而不被敌人调动 后汉时期啊 张部手下有个大将叫费义 看他的弟弟费赶手距离这个城池 等眼呢 进兵要打距离 他逼近距离的时候 罚了很多的树木 并且放出这个扬言啊 要说我要把沟赫 这种战壕给填平了 然后去攻打城池 因为以前的城池外面是有护城河嘛 那是有战壕的嘛 他说要把这个战壕给填平了 过了几天有那个降兵 就投向他的部队啊 就说 飞翼听说这个耿眼 要攻打距离这个地方准备来救 耿眼呢 这个时候听到了消息 就命令军中的士兵啊 加紧 修这些战备 器具 砍木头 三天之后攻城 然后再假装放松 把那个摊压的俘虏 给放跑了 俘虏回去之后告诉飞翼 飞翼果然 这个提前来救 因为他必须得老老师 尽快来救嘛 这个时候呢 耿眼分兵三千 去守住距离这个地方 其他把主力部队 舍埋伏 在那个飞翼的必经之地 舍服 然后大火全身 砍了飞翼 这就是最典型的 维典打员的一个战术 调动敌人的援军来 然后半途舍服 去服计他 张玉的注解叫 置敌来战 则比事长虚 不往复战 则我事长时 此虚实比我之书也 虚实比我就是 要调动敌人 形成对方 军力空虚 而我一意待劳 这样的一种态势才可以 杜若的注解叫 两军相援 强弱相当 彼可立行而来 我不可立行而往 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来 而不是我去 关于治愈人而不治愈人呢 曾国藩也有一句话 叫洗主不洗客 什么意思 就跟踢足球一样 主场是有优势的嘛 客场先做三分 想办法要让自己打主场 永远让对方打客场 这才可以 能使敌人自治者立之也 能使敌人不能治者害之也 故敌意能劳之报 能积之安能动之 虚实篇讲的是什么 草草讲的叫 能虚实彼己也 敌人有序有事 我也有序有事 打仗的时候 就要以我之时 积敌之虚 这就需要调动敌人 让他化实为虚 善战者治人而不治愈人 就是让敌人来 我他出场 他到客场 怎么能让他自己来呢 就是立之也 以立又治 有一个例子就是李牧 李牧庶边 兼毙青野 关闭城门十年不打 憋了蝉鱼整整十年 然后他调了个日子 出城 去引诱蝉鱼 引诱匈奴 送了几千人给他 然后呢 还假装败退 慢慢的丢的 牛羊满山遍野都是 蝉鱼已经饿了十年 没抢到东西了 那一看这么多的牛羊 遍地都是 一激动 忘了兵法 然后清朝来抢 这个时候李牧庶 附兵打破蝉鱼十万计 痛得他几年都不敢再来 以立又治 这么简单的那个党 蝉鱼也会上钩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激动 十年啊 十年他没抢到一只羊 没上场 打过一场仗 蝉鱼都赢快疯了 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 见小力而亡命 控制不了自己 这就是没办法的事情 能是敌人不得智者 害之也 不想让他来 或者要把他调离战场 那就要攻其所必救 害其所疾 他必然顾不得我要去救自己的疾 典型的战略就是唯唯救赵 旁军率卫军打赵国 孙冰呢 率齐军要去救赵国 但是呢 他不去赵国的主战场 他反而发兵攻打 魏国首都大量 国度被攻 魏军就没有办法在赵国首都 汉南待着了 必然回事来救 汉南之危就解了 这个时候孙冰就来一个 唯一点大远 在弹道 就马林这个地方来射服 又是我祖彼克 我是必须 我义彼牢 然后就打破了 就魏国的军队 旁军在这一战当中也争亡了 亦能牢之就是 要我义彼牢 如果他也依旧想办法让他牢 让他疲于奔命 这个春秋时期啊 无处交战 五元 射了三支骚扰部队 然后呢 大张气舞的去弹出国 等楚国全国动员起来 然后呢 五军又撤了 等楚军解散回家 五军的第二支部队又来了 就这么来回折腾 来回折腾 折腾的楚国人是批语本命 也没打上一仗 突然一针打 三军净出 一下子就攻破了楚国的独城 这也是春秋时期第一次 一个国家的国都被攻破的战争 隋朝灭臣 其实用的也是一个办法 每当成国粮食丰收的时候 然后呢 隋朝啊 就立兵木马又开始打仗 等成国紧急动员好了之后 他又不打开了 来回反腹折腾 那庄家没收好 这个人心心力交瘁 成国人 宝能机之什么意思呢 就想办法让他们饿 其实说到 这个故事啊 隋朝灭臣的这个故事也是一样 就江南气候温暖草湿 房子都是茅草房子比较多 就那些积蓄 也不是用地窖挖个什么地窖藏起来 都是在茅草房子架起来的 隋朝呢就派很多的小分队 搞破坏 大火树是 只要有风就放火 只要有风就放火 你只要盖起来 它再烧 搞得整个成果啊 民穷财敬 都会烧完了 这也是一个例子 隋末的时候啊 宇文化机啊 率兵攻打李密 李密知道宇文化机的粮食比较少 假装呢 打不过 那就请喝 宇文化机很高兴啊 那就开始签合约吧 其实李密用的是缓兵之机 就是拖时间 等宇文化机把粮食吃完了 李密这个时候也不喝了 当兵吃粮啊 你没有粮食的士兵 就不会给你打仗了 于是 宇文化机手下的很多士兵 都投降了李密 宇文化机这个时候就败了 安则能动之 曹汤说 攻其所必爱 出其所必去 则使敌不得不相救也 司马懿争辽东就是这样 公孙渊辽水拒之 司马懿并不和他在辽水打仗 对驻将说 敌人坚银高累 以劳我是 郑重其气 如果我正面出击 那正好中他的计算 这个时候我要去 攻其所必救 把他调出营来 于是虚张绅士 还劣政于前 然后悄悄呢 带来一支部队 绕过地震 直倒公孙渊的老巢 叫湘平城 去围了那个地方 那公孙渊只能出营作战啊 这个时候司马懿的部队 在打破 公孙渊 找到公孙渊平定了辽东 攻其所必救啊 从公孙渊被斩的这个结局来看 湘平老巢 其实也并非必救啊 因为辽东苦寒之地 兼必清野 你把粮食都藏起来 甚至把城市都可以烧掉 你跑远远的躲起来 等冬天来了 司马懿粮食吃完了 他也就撤退了 这个时候你半途在打打 那辽东其实是可以保存下来的 朝鲜其实在中国边上 生存了几千年 还能保持自己是个独立的国家 没有个东病 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所以啊 就是 做任何事不要激动 兵法大家都会 但是你一旦激动 你就会忘 也不要贪婪 因为一贪 你就容易上当 不要认为什么 是一定不会放弃的 那样就会咬别人 给你下蛋的狗 除了自己的性命 除了人的生命 其他 其实在战争当中 在谋略当中 就可以被放弃 这是今天和大家讲的 虚实片 我们下期继续讲 虚实片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